汽车撞路边停车 180度大翻转 四轮超天 驾驶艰难开车逃困 白色休旅车失控诱骗 超大撞击 返车停路中央 车到三角追车子失控 然后撞到他返车 清晨5点多 19岁的周姓驾驶 要回到台中南区南河一节附近的住家 意外出事故 新车价300万的 宾室休旅车护照机撞碎 前挡风玻璃裂成蜘蛛网状 车上安全气囊全爆开 半斤也多处凹陷 被撞的轿车 左侧车身有明显的凹痕 虽然驾驶没酒驾 沼泽要带查 但光是休旅费就有得赔 南投民间民松路一段 也发生自撞车祸 灰色休旅车直直开过去 明迪的消防车要转弯 休旅车急忙又转弯 车头惨烈撞路边标志 钱包杆喷飞 水箱爆裂 半斤隆起 21岁的男驾驶 鸭齿锻炼脸脸部擦伤 幸好送医急救无大爱 你从那边摔下去啊 点这么高啊 泰中行社高中的学生 自行车队训练 下午3点从大学山正要回学校途中 黄同学没有注意路面障碍物 直接掉落香蕉园边坡 你可以吗 幸好黄同学还能活动 只右膝盖轻微擦伤 没有鼓着 只是这场惊险的自行车训练失故 让师长都吓坏了 记者曾伟祥扬升彭云飞 台中南投采摸不到 哦 哦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